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实修道场 尤其重视就是讲经 开示 讲说佛法 让大家得明真理 然后鼓励大家去改习 修德 去实践佛法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道场 在这样的道场具有极为殊胜的功德力和解脱力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到这个地方 它就应该在这里要解决了 除非你是没有发真诚心 用精进心忏悔心 那你才会如此的挚爱难行 任何的苦都是有它的潜意 以前我听过一个感应故事 我们有一位同修 他的一个朋友 家里是开烤鸭店 我每次看到就深深地祝福他 不断地为他持咒 为那些生灵来念这个往生咒 希望他能够往生善处 我去想你如果去做这样的杀业 有人就说我这个杀 大家不吃我也不杀 对不对 其实不要再有这样的邪见 虽然不是你亲手杀 这烤鸭了 这鸭可能也是人家杀好 料理好 你来上架去烤 涂调味料 但是这都是有直接间接杀业的工业 这个人他就是被我们的同修劝 你不要再开这个烤鸭店了 杀业的报应 无情又迅速 这样子不以为意 他想说我们家很赚钱 你一定是嫉妒我这么赚钱 他的一个儿子是淡江大学 大儿子是政治大学 一个是会计一个是财经 两个都是会计财经的高学历 都想出社会拿到文凭 大显身手一番 好好的赚钱 很可惜 后来的大儿子 他去国外拿硕士学位 有一年暑假回台湾 跟他的弟弟讲 我们去花莲玩 就开车 经过书花公路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迎面对策车道来了一个大卡车 这方向盘突然就卡死 正正不偏不倚的冲在这个大卡车上面 当场这个车子就炸毁 那那个警方的消防队来抢救的时候 两个小孩都是大学毕业 一个是硕士 烧的焦黄扭曲就在车子里面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 如果这个老板 他当初接受了我们同学的劝告 你不要再做这个杀业 他哪里会有今天这个苦果呢 所以同学你现在有做营业 有做杀业 有对众生有伤害的工作 不管是人家知道的 或者是你暗中进行的 大的小的 你来到道场听我们这样 苦口婆心讲 自己应该去规划 我慢慢要改行了 或者我快快改行了 就是最好 可能改行以后经济会不如以往 但是那样子有付作用的钱 你赚了花了也不安心 一定会付出代价 那所以同学 你自己要好好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 做打算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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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